古有华山论见而现在则有喜爱茶的是农工商 甚至小朋友们来到瑞穗武贺茶区争夺豆茶王 瑞穗香农会在农粮署以及花改厂等单位支持下 办理第一届的武贺豆茶王竞赛 一共吸引了12位的豆茶室来搅筑 从蜜香红茶、幼花茶以及有机酸干茶 逐一捉对、厮杀 而最后由年仅10岁的罗亦凯拿下第一届的豆茶王殊荣 参加第一届武贺豆茶王竞赛的12位选手 从瑞穗在地产制的蜜香红茶为竞赛素材大展身手 晋级到第二轮 则是以瑞穗3月施令限定的幼花茶 由晋级的4位选手分足晋足 其中年仅10岁的小选手罗亦凯与台湾老茶协会专业品师洪如瑶老师魔王级的对决 令庭审团陷入两难 由于各有特色双双破格晋级总决赛 小孩子要的头感跟大人要的头感绝对不一样 我又跟理事长讲过 我们在飞动茶的话我们要影响两种人 第一个就是不喝茶的人 我们在问他你为什么不喝茶 是没有领度人告诉你茶怎么喝 还是你过去喝的时候找胃胃口会不舒服 我们要来影响过 再来跟年轻人 年轻人愿意出来爆茶 这么小的小朋友愿意出来爆茶 我们要更加的鼓励大家跟更加的产品 最后总决赛 面对鲜少接触有机酸干茶的三位豆茶师们 只能各评功夫使出浑身解数 好处的茶品除了豆茶师们盲测四评 也由专业评审盲测评评给分 由于竞赛水准品质不相上下 经过一般讨论 最后由年仅十岁的罗亦凯打败群雄 拿下第一届的豆茶王殊荣 第一届花莲瑞岁五鹤豆茶王是 今年只有十岁的 第一届五鹤豆茶王 由小将罗亦凯拿下 全场也抱于热烈掌声肯定 这一场精彩绝伦又充满生活趣味的豆茶王比赛 到场参加的民众也参加票选活动 提高活动参与率 农会除了是赠送每位参赛选手办手礼 以及最佳创意与仪态票选得主之外 前三名优胜者依序颁发了奖座 以及三千、两千以及一千元的奖金以致鼓励 接着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 接着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